是以天地与思过之身 一人所犯轻重一朵人算 所以天地有天神有鬼神 天神鬼神里面有这么一类专门做调查工作 这个思过之身就是做检查工作的人 他们常常在世间观察 诸位要知道 天神跟鬼神 佛在经上讲都有五通 他这个五通是报得的 除了漏进通 他们有 天眼天耳 他心虚命神族 他们通通都居住 地神的通的力量比不上天神 当然天神这个能力 又比不上 修行正果之 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 他那个能力 足够了 我们齐心动念 他都知道 都有档案记载 死了以后 必定受审判 这个审判的事情 往后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会讲得很多 我们的造作 不但是行为 行为就很严重了 齐心动念 都是造作 所以明白这些四世真相 这样我们的威心就起来了 威心是恐怖握抱 你起握力 做握事将来握抱 决定逃不过 所谓是天王恢恢 苏而不漏 这个道理与四世 现代人知道少了 没有善根 没有负责的人 你跟他讲 他说这是迷信 他说这是神话 他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古暴现情 后悔莫及 他不能相信 这是义 贪嗔吃慢 这是重大的烦恼 障碍你的智慧 使你造作 无量无边的罪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是华言经上讲的 每一个人 出生的时候 就有两个鬼神 跟着你 一生 不会离开 这两个神 在肩膀上 我们自己不能觉察 人家也看不见 一个叫同僧 一个叫同名 这两个天人 也是算天神 他一生 检查我们 日夜都不离开 我们人 见不到他 这两个神 佛经上也有别名 叫他做 善我同子 一个神 看你一生 行善 另外一个神 看你一生 造物 你能逃得掉吗 没有办法 避免 这佛在华言经上说的 大臣经上讲的 善我 二不同死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同僧 同名 我们说福 幸福 太难了 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我出家两年了 才收接 受了接之后 到台中 去看李老师 李老师一见面 就执着我 你要幸福 我也愣住了 我学佛 七年 出家 出家 就教佛学院 就讲经 我这个讲经教学 是出家了一天开始 已经讲了两年经了 李老师一见面的时候 执着我叫我幸福 然后跟我解释 有很多出家人 到老死 七八十岁 还不信佛 这个我才明了 什么叫幸福呢 佛所有的教诲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奉行 叫幸福 你不明白这些道理 你没有做到 不信 我们这才明了 真的 多少人一生 穿着这一套衣服 住在寺庙里面 不信佛 没有真正 依教奉行 出家人如是 在家人也如是 心里面决定有愿 有行 如果没有愿 没有行 那不叫幸 心里面 必定居足了 心结 行真 心结 行真 解是对于佛所说的理论 方法 境界 明了 明了 通大 心是要把它落实 真就是其如啊 你才得真实受益 佛法里面讲的 真实的利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